说一下心里话 没什么特别文采 也没有编造 也没有想劝借赌什么的 因为借赌这个东西靠自己 看别人多么惨痛经历 你最多是觉得 为什么要赌 自己想赌的时候 还是不顾一切 人就是这样不定时 每一分钟有每一分钟想法 这一分钟想不赌 下一分钟想赢个烟钱 再下一分钟想能回本就行 说一下我赌的这些年 不是什么华丽故事 只是一个赌徒该有的样子都有 年轻的时候不赌 很单纯 特别讨厌别人赌博 因为家里经常有聚会 一聚会就很多人打扑克 麻将 一做就是一天 赌博的那些嘴脸 非常让人厌恶 家里小孩又多 给小孩子留下这样的印象 小孩长大了 还不是喜欢赌 赢钱输钱都一样 不想靠近他们 因为觉得又粗鲁 叫得又大声 全身烟味 然后我就在想 难得聚会 不应该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吗 一起去钓鱼爬山什么的 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真是想不明白 这些人怎么想的 工作后 因为我非常省 我不抽烟不喝酒 两年买了喜欢的机车 好开心 说不出那时候的喜悦 觉得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东西 很满足 也不会一下子花光两年存的钱 而不舍得 或许命就是这样吧 因为喜欢玩机车 认识了很多个型各样的人 都把他们当好兄弟 每天出去玩 下班就去远一点的地方吃美食 都是 AA去吃美食 大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不用顾忌 因为大消费的话 谁能餐餐请 吃的时候不敢点多 就这样非常快乐地过了半年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笑的 有一天很巧认识了一个车友 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二十来岁 只认识了一天 这个人改变了我一生 看他不停地玩手机 上厕所 吃饭的时候也在玩 表情一下笑 一下很抑郁地抽烟 我就好奇他在玩什么 我一过去看他手机 他就吸屏 我说你在看雷片 那么见不得人 他好像害怕别人知道一样 就说没有了 玩一下数字游戏 我说还不如出去转一下 还玩数字游戏 浪费时间又没有钱 他说 他的买的机车三万多 就是这里挣的 我一听 尼玛我辛辛苦苦工作几年 才有钱买台机车 而且才是两万的机车 也是半信半疑问他 他也是 有点良心 知道 是赌博 叫我不要玩 我不适合的 我一想有钱不带我赚 然后我说今晚我请吃饭 这一下他也好像很无奈的样子 拉我进群了 叫我不要沉迷 我说知道了 沉迷个屁啊 我自制力那么好 进群我才发现 那是赌博 这个害我一生的软件 叫PC淡淡 也叫PC28 一想到我那么讨厌赌博的人 怎么会去赌呢 可能那时候脑子SB了 我就冲了20元 开了很多单数 我说开什么买什么呀 我朋友一直在买双 他叫我不要出声 自己玩 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长龙 我才不管他 开什么就买什么 第一次赌博 印象很深刻 开了16把长龙单 开到15把的时候 我下分了 20赢了1600多 后来那几把为什么敢缩哈 因为想着输 也就20块 而且也不可能输 不是一直开单吗 下分了 1600多到我账户 我操 真的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 就30分钟时间 赢了我差不多一个月工资 我那个朋友黑个脸走了 不说话 问他也不应 就开车走了 晚上请他吃饭也不去了 我很干的 那时候想我赚的又不是你的钱 你这样子做什么 现在想想 那时候是他疏惨了才这样吧 我笑得乐开花 那天我约了很多朋友 请吃饭 朋友问我是不是发达了 我说只是发工资了 想请一下大家 抢着买单这种事情 居然我也会做 也是人生第一次 那么大手大脚花钱 那一晚很多第一次去按摩洗脚 真是回味啊 原来这个世界有那么美好的东西 花了1300左右那一晚 也是赌博迎来的钱不心痛 第二天 莫名其妙地一起闯点开群 游戏规则都不知道 开13和14是回本 这次充了100 心想我 20充赢1600 我充100 岂不是赢上万 真开心 看了路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 一大一小的 我直接50组合 一开中了 怎么分数没变 就去问客服 我很暴躁 客服态度也还可以 我才知道 开13 14是回本 就这样买了三把 分数到了600 我几天工资到手 心想这钱免费送我的 我还嫌弃多 先回100本钱 知道赌博这东西 有输有赢 拿赢的钱来赌 而且又觉得自己不会输 刚刚好下分 那把没买 就不跳大小了 心想我这赌博运气无敌了 那么小的丸 打到上万要很久 就300的下 中了组合是四倍 笑得何不容嘴 分数是1400了 再买几把就上万了 我还上个屁班 痴迷在幻想的世界中 真美真甜 我眼都不眨一下 一把1400 想着下一把赢多少 又中了组合 4000多了 再买一把上万咯 不过我还是理智 到5000就不完了 赢上万的事情留晚上 因为晚上精力旺盛 凑个整数 事情就是那么奇妙 为了赢个整数 200 300 600 分数变零了 我傻眼了 本来今晚 还想着怎么去潇洒 我走出阳台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才慢慢静下来 那时候也没输 只不过输了赢来的钱 不是说输了就不完了 还是安慰自己 也没输钱 但是脑里很乱 想着那几千块 说什么可以控制自己 都是骗自己的话 但是还是冷静下来 因为要上班了 没继续充钱赌 但是一天莫名其妙 很不开心 做什么没心情 我想 这就是赌的开始吧 也不知道 自己已经慢慢 无法回头了 想着按摩 去玩 买好车 越想越多 不想自己掏钱 回家了 因为自己租房子住 没人管我 父母最多打电话 问候几句 父母很放心我 因为从小到大 没让他操心过 我一天开心不起来 又莫名其妙地 充了200 这次不贪心 不幻想赢上万 把早上赢的四千多 打回来就行 也没多想 告诉自己不能冲动 慢慢来 看准了一把下 反正也是五分钟一把 看了连续开三把单 我想 肯定和昨天一样 开长龙 赌博这种东西 真上手 一学就会 那时候给自己 最经典的一句 就猜单双大小 五十的几率 一把猜不中 我猜两把 总会中 这么简单 我都猜不中 我还能做什么 现在想想 这句话真TM立志 接着200单 中了 就更自信了 爸爸缩哈 果然开长龙 真是兴奋无比 分数来到了七千多 已经把早上的赢回了 还多赢两千 回个六千分 留一千万万玩 出去潇洒 大手大脚 大手大脚花钱的快感 让人无比痴迷 也是那次开始 花钱已经没有 限制自己了 把以前舍不得 买的东西全部买了 那种幸福感 无法表达 花钱就找装狗买单 该来的还是来了 再赌的第二个星期 几乎都是赢 某一天 熟悉的上分 熟悉的看规律 熟悉的大拇指 滑动最新款苹果 一套动作那么熟悉 自信的上分 不像以前的小小的玩 起步就充一千 当时存款有五万多 包括赢的 有点小钱 飘了很多 以前老板 骂我不敢出声 而且很积极改进 因为赌博有点小钱 来钱也容易 后来有次老板骂我 我直接骂回去 给脸色他看 他那天都是惊呆的表情 现在想想我真是幼稚 接着说赌的事情 起步充一千 分两次玩 每次五百 每次玩都一赢着赢多少收 跟长龙 长龙断 跟大小跳 大小跳断 不行 我必须冷静 我开始紧张了 因为输五千了 出去走走吧 冷静一下 到街边上 满脑是数字 下巴开什么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不想 找个地方点个奶茶 心想赢回五千算了 今天不打算赢多少了 冲两千买小 开大 冒冷汗了 越来越紧张了 直接再冲五千 索哈大 开奖的时候 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 眯着眼看 开小 眼前一黑 好像释怀了 不再控制自己了 直接冲一万 但是钱一冲进去 又开始紧张起来了 心想看准一把 一把回本 开了五个小 这把小跑不掉了 尼玛 索哈小 必重 看都不用看 曾经一个七块汤粉 都奖价的人 居然敢一万的下 到开奖的时候 紧张又兴奋 嘴角还有点上扬 用手盖住手机屏幕 慢慢一点一点挪开 看分数的位置 心要跳出来了 太刺激了 零 一个零字在分数位置上 是那么多的显眼 我紧张的大脑差点爆了 那种感觉 应该所有赌徒都经历过 输完了 一切好像清醒又模糊 不知道在想什么 很便 此时输了两万多了 一想两万多 我能买多少东西了 去玩多久了 此时真的控制不了自己了 继续冲钱 还有最后一万的时候 安慰自己 这一万输完 就当这是梦一场 没关系的 大不了戒赌 重新来过 反正买了那么多东西 这是赌徒应该有的心理吧 自我安慰 人生就是那么可笑 没有悬念 最后一万输完了 回到家 我倒下了 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不知道怎么的 一点力气都没有 抽自己耳光 自己为什么那么傻 赢了就收多好 如果刚刚反正买就赢多少 这些幻想还在脑里挥之不去 输了所有存款 五万多 对我来说天文数字 还是连中几把的钱 我只知道 明天的早餐钱都没有了 开始了 真正踏入赌开始了 胡思乱想睡着了 起来很多电话没接 上班迟到了 我打电话过去请假 老板有点看不惯我了 说忙完你的事过来上班 我做的是厨房工作 一天到晚忙 做过厨房的都知道 没有胃口 做什么都没有心情 想开心点 去约朋友骑车 发现根本不行 开车没心 差点碰车了 朋友都问我怎么了 我说有点心事 面无表情地回到家中 我心想一定要打回来 人生第一次借钱 现在想想征服自己 以前最讨厌别人借钱的 第一次借钱很容易 不过别人也很多疑问 都是问朋友 不敢问家里人 平时信誉好 借到了三万多 每个人借三千 借钱的时候 真是无比尴尬 别人问我做什么 又说不出来 只是说要用 心想要拿多点本 才能驳回来 驳回来就不完了 换台车 慢慢花 慢慢玩 又开始一阴 这次要怎么玩呢 先规划一下 想好了包营技术 开始了上分 和以往一样 没必要多险 干到晚上凌晨两点 清零了 清醒了 一天没吃东西 一下感觉自己老了 没有了以往的自信 也开始驼背了 两天输了八万多 不敢去想 这是一笔什么数字 那时候 我只是借朋友的钱 还不会网贷 我也是白虎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抽烟 抽了三包 很晕 无比的晕 晕得睡着了 醒来依然请假 老板爽快答应了 说了一句 有空就过来 我一听感觉不对劲 莫非要吵了我 吵就吵了 早就想不做了 真是无比幼稚 当年我有个厨师梦 哪里还想这些东西 以前经常收到短信 什么申请秒批 最高额度多少万的 想着欠朋友钱 想了很多 又抽烟 决定戒赌了 看了网上戒赌的方法 自然是看到了贴吧 戒赌吧这些东西 看了很多故事 那时候想赌博这东西 真是害人 小时候最讨厌的模样 长大了 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我看着日落 很美 想起了以往的日子 多么踏实 多么美好 靠自己勤奋得来的东西 那时候多快乐 我发现自己变了 变得贪婪 暴躁 色情 洗脚按摩 天天想 也不节省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心里房线破了 哭了很久 不是输多少钱 而且自己变成这样 没有了以往的雄心壮志 无数的自责 后悔 哭完过后 想借网贷 先还朋友钱 再分期慢慢还 好好生活 支付宝那些 和微信加起来有两万 还有网贷 能借六万左右 可能平时流水大 看着能借那么多钱 歪想法又来了 还完朋友的钱再博一把 借的时候 看到利息好高 我一想 尼玛 这不是抢劫吗 不搞了 支付宝和微信 利息不高 但是只能两万 怎么办 我想起了我的机车 不行啊 不能卖 那是我的宝贝 陪伴我的只有她了 陪我走过多少个 无数夜晚 不能卖 把两万借出来 再博一把 这次输了真的收手 赢了还债 大不了真的卖车 车也就能卖一万五 最终安慰自己没事的 相信自己能赢回来 就像第一次玩的时候那样 二十赢一千六百 最终还是洗白了 这个词在借赌巴学的 真洗白了 脸被自己打肿 第二天去上班的地方 自然被嘲笑 大老板回来了 同事的冷眼嘲讽 真是恶心 去了财务室 果断被炒了 结了工资 六千工资 大吃一顿 还一点点给朋友 剩下继续按时按量 送庄狗 已经中毒了 借朋友的钱 还款时间到了 怎么办 能怎么办 工作没心情去找 卖车 还了一个朋友几千 剩下的继续博一把 洗白了 就往上找人安慰 看别人赌博故事 告诫自己 有点搞笑 这样的自己 托了朋友的借款 没有了信誉 一切被自己毁了 没有了车 没有了钱 发泄的地方 只有抽烟 赌徒第二阶段 迈出第二步 问家里人 那时候一辈子都没想过 问家里人借钱 不想他们看不起我 读让你失去的不是钱 很多 可能是一生 说不出理由 就说朋友出事了 当然是多没有 借两千是极限 这样还不如不借 欠个人情 想起来父母 真不是人 欠债的时候 才想起他们 不敢开口 再往上看很多 坦白例子 看一下别人是怎么 坦白的 坦白会怎么样 个型各样都有 每个家庭不一样 看了也是白看 不敢坦白 怎么办 都说为了钱 所有东西都会变 最开始催款的 是最好那几个朋友 天天打电话 没想到那么好关系 为了钱 说了很难听的话骂我 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很快传开了 我借钱没还 那个美好的圈子 被自己毁了 所有的朋友 开始远离我 我要把债务还掉 重新做人 因为之前觉得 利息太高 网贷没有借 可以借六万多 没办法了 走投无路了 多少利息都借 全部借出来六万多 要还差不多八万 小贷都到账了 看着这样一笔钱 先还朋友 还剩三万多 很多朋友看我还钱 好心起来 劝我不要赌了 再还支付宝和微信 还剩一万多 狗改不了吃屎 之前多么励志 多么下定决心 都抛在脑后 还是熟悉的上分 不敢玩大 一百两百的下 这次比较成功 用了两天才洗白 刚还回去的支付宝一样 刷出来了 麻木了 知道怎么样都没有用了 慢慢地发现 不是为了赢多少钱 也不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赌博那一下的快感 只要能赌就很快感 心里已经扭曲了 想办法搞钱 不想上班 上班一个月才几千 没我一把下的钱多 所有赌徒都有过的想法 硬着头皮 真的去问家里人借钱 还是没有问父母 五百 三百的也借 能借多少 就借多少 我学会了厚脸皮 目前负债 已经十万了 问家里 人才借到七千 各个平时都很富有的样子 一问他借钱 就各种说故事 有多不容易 多不容易的 只有对我很好的阿姨 说有一万明天再赚给我 说只要不是犯法的事情 就没关系 你长大了 也有隐私了 我真不是人 借到的钱 一如既往的 按时按量的送庄狗 最后饿得不行 问他能不能回个五十的 反水吃个饭 真今儿的庄狗 说给你二十吧 五十那么多没有 真可恨 想想自己省吃俭用 给庄狗送钱 庄狗用我们的钱 开豪车怀里抱着女人 看着你 笑着SB又来送钱了 你躲在角落里 眼睛发黑 一分一毛不胜给他转 问他拿五十反水的时候 他像看乞丐一样 看着你 给二十打发你 独狗还说什么尊严 你说是不是 二十好过没有 去吃沙县大酒店 有钱的时候 天天在酒店吃 去餐厅吃 哪里像现在 吃多一个拌面 也没有钱 刚还回去钱 朋友一分都不肯借了 那一晚我想了好久 想什么呢 每天赢二百就收 明天不是还有阿姨的一万吗 我一万 每天赢二百就收 很快就上岸了 我想之前是因为自己太冲动了 幻想很美好 第二天最后一万输完 吃饭钱一样不给自己留 做什么都没有 感觉了 不敢去想债务 好刺眼 一束阳光照在我脸上 好暖 已经冰冷的心暖了一点 人各有不同 好好的生活不想要 这样去做见自己 如今没有了最爱的机车 最爱的对生活的热情 梦想 朋友 曾经的踏实的生活 躲在厕所里 凌乱的头发 不停地抽烟 一走了之 想过但不敢 后来的几天里 我学会演戏 装可怜 就是为了别人能借一个二十块一百块 因为信誉已经榨干了 债务要爆发了 当时在网上查不还会怎么样 一查好怕 什么真信抹黑 打电话给身边朋友 那我还用活 没钱交房租 回家了 父母一看我这个样子 以为我吸毒了 变了一个样子 憔悴不堪 父母眼睛湿湿的 我心一下子像针刺一样 抱起来 母亲就痛哭 坦白了 父母不相信我这样的人会赌博 问我是不是传销骗我的 他们真的不敢相信 眼里的孩子会 如此沉迷赌博 一直安慰我 没事 我妈妈是典型的慈母 家里没什么钱 只能拿出五万 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 母亲厚脸皮打电话各种界 低声下气 眼睛湿红 钱凑不够 父亲是不管我 一分不给我 母亲走到我面前 说不心痛这些钱 是心痛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看到他的失望和无奈 毕竟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从那开始我开始恨赌博 一个星期前凑够了 我当着父母的面 把所有网贷还了 我没脸回老家 不像以前一样 因为变得自卑 自责 亲戚朋友的冷眼 背后一轮 我知道 父母一定受不少苦 就这样 我找了地方上班 慢慢开始正常 不过赌博落下的病 一生很难改 喜欢大手大脚 洗脚按摩 都负债的人了 还想去做这些 也不想找女朋友 因为很自卑 自责 怕别人知道我是赌狗 连续三年打工还一点父母 工资一半赌 一半还债 网贷不赶了 因为有余期 也借不出来了 对自己很绝望 说借赌 或许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了 赌徒说借赌的 还信自己的 一定是刚刚洗白才相信 后来也不知道 迷迷糊糊 借了又有十五万左右 不过没有再坦白 换了工作 去新的地方 工资高了很多 其实人在一个地方 做井底之蛙的时候 就会幻想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思维 去了新地方 接触的人不同 便会以往的上进 经历了那么多 也成熟很多了吧 工作了两年 差不多还清债务了 因为每天都很忙 慢慢借赌了 而且身边很多正能量的人 我该感谢生活 感谢人生 回想起来真的很感动 想不到自己还能回头 因为当你负债的时候 你觉得 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 明天的太阳 你觉得生活没有希望 但是你没想过 如果真的不赌了 是不是还可以 真真的开心活下去 赌徒还有一个心理 就是这样的 一百块过三关 能到八百 输了 就当一百没有 正是因为这种思维 导致无限复赌 回想起赌博那些年 认真想想 每一天是怎么过的 现在是不是想对自己说 过去那个自己已经死了 成熟起来 扛起责任 想想是不是应该真的不赌了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 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 点赞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